带个上场的欧阳静 做好准备 欧阳静 以前爸妈呢 在美国开了个中餐厅 她也得打工 她也得勤工俭学 所以就让她在家里面那个餐厅 接那个外卖的那个电话 她不喜欢 她做得不开心 所以态度也不好 经常被投诉 每次别人打电话订餐 哎 有小炒肉吗 买完了 那有公报鸡丁吗 买完了 那你们家有什么呢 啪 就精神了 Fresestyle 有请由Fresestyle的欧阳静 大家好 我是欧阳静 其实现在 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 接下来 所有我的内容 都是 我自己写的 等一下 主要是因为 他们 每一个人会写拼音 所以我唯有自己写 OK 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 其实有进步了 对吗 当然有了 我觉得这一年 其实我的普通话 真的有进步 因为说实话 上一 上一 这个 确实有进步 确实有进步 其实 上一期 吐槽大会 节目组 就已经有打电话 联系过我了 我没听懂 所以就没有来 很多人说 我是摔板的 翻文山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是任何一个人的摔板 那我真的很替这个人 很相信 不过 他的歌词 写得 真的很好 我记得 第一次 听到他的作品 是在美国 那时候 我刚开始 学中文 听到那首 东风破 对 根本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 听得我 莫名其妙 原理物理 但是 听完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中文水平 就提高了 学会了 两个成语 就是 莫名其妙 和 原理物理 太棒了 我不知道原来 这一次的 吐槽会有 两个很棒的 说唱歌手 沈玉玲 他最厉害的就是 胡说八道 可以没有任何剧本 一张口 就胡说出 一对故事 你们觉得很厉害吗 我觉得没什么 这不就是 freestyle吗 根本就是 freestyle 我们说唱歌手 人人都会 而且还押韵 对吗 你说你自己 是喜剧界的 老炮 可是你的笑话 都是那么老套 所谓的大事 所谓的大事 就是胡说八道 你现在最需要 是回手 随身照 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这个动作 可能我后来看演唱会的 每一首歌都会炸这个 Yixing What's up 江一新 我现在 很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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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我的中文 他就很认真 练习他的英文 所以我们在 卫星 卫星 所以我发现 最近 我的英语 越来越差 It's okay bro 我相信 如果再跟他 聊几次 我的英语 就快过不了 四六级了 不过 我真的要 赞美你 因为我觉得 他真的很努力 练习英语 有一次 我记得他问我 Hey 金哥 我要去美国发展 我想介绍 自己是 中国唱跳 唱跳 第一人 英语应该怎么说 我说 Yixing 你不应该这么说 加油加油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OK Yixing最近就 在那个 极客电音 相做导师 然后因为 没有选 向文姐的 喜欢的歌手 向文姐 很生气 就突然 愤人离场 其实 英语人之间 有这种分歧 很正常的 比如 陈玉琳 觉得他自己的 rap很不错 而我跟 张一新 想愤人离场 佩服 其实我跟 Yixing 都很 我很荣幸 可以跟他 一起合作 我们都当过 导师 我很清楚 记得 在节目 拍节目的时候 他经常会 跟选手 说一个 英文的当词 就是 Balance 对吗 但是我 真的一直都 不太懂 Balance 平衡 不是一个 很基础的能力吗 兄弟 我觉得你的要求 太低了 不要说跳舞 我现在站在这里 很Balance 为什么 我面前 这张桌子 都好好 没有到 因为它 特别有Balance 提到我爸妈的 唱听 其实我很有 很有回忆的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上拆 收桌子 十几个盘子 断在手上 一个都不会掉 是不是非常Balance 对吗 所以我觉得 要是 我要向你的节目 做选手 一定一定能出道了 不过 没什么可骄傲的 因为按照一星的标准 一起出道的 还有这张桌子 加油啊 OK 一星最近在美国发展 很努力 大家都知道 对吗 我很佩服这种勇气 就像我当时 回中国一样 从零开始 所以 以我的成功经验 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 大象面具表演 效果会更好 大家一定会记住你 名字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我叫Hip Hop Man 你就叫 Balance Man OK吗 音乐上 我真的帮不到你了 加油 真的 在美国发展 我做了一个 土生土长的 一个 好好的例子 我觉得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难 我们黄皮肤 但是这个都不是太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热爱 我们的艺术 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你 这种勇气 我相信你总会成为 真正的中国唱跳第一人 到了那个时候 你可以给我发微信 我一定告诉你 这句话应该英语怎么说 好吗 加油 Peace and Love 我是欧阳靖 你知道你们能体会 就是我特别羡慕 欧阳靖这件事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原因 就是欧阳靖在美国 递死人 拿冠军 我在中国递死人 被递死人 万人唾骂 刚才上来之前 我真的是把他当成一个特别认真的问题 我问那个欧阳靖 Why 然后欧阳靖就告诉我 说你第一次的那个 flow太差了 too bad 凭什么我就too bad 我凭什么flow的差了 你给我俯楼一个 好吧 我带几下坐着学你俯楼 好不好 好 别diss我 不会 那边有人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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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想聽我freestyle嗎? - 你們想聽我freestyle嗎? - 有DJ,Drop the beat - 這裡沒有DJ - 很尷尬 - OK OK,Drop the beat - 也沒有beat - 無所謂,來吧 - 你們今天來看一個脫口秀 - 但是現在可以享受我的Lay back flow - OK? - 這個節目真的值得看一看 - 我們沒有吳亦凡,但是有一個禮蛋 - 哇! - They call me hip-hop man everywhere I go - 如果你們喜歡嘻哈,讓我聽你說YO! - YO! - YO! - 夠了,夠了,夠了,夠了 - 真的夠了 - 我覺得最近 - 大家已經瘋了 - 對嗎? - 對,對,對 - 看這個中國遊戲哈 - 比如說我最近我要回去美國看我的家人 - 我一下飛機的時候 - 就有人過來找我 - 有,有,有,歐陽靖 - 你有freestyle嗎? - 我就回答他 - 不好意思,我剛下飛機 - 我真的有點累 - 現在真的沒有freestyle - 他很突然就對我freestyle罵我 - 歐陽靖 - 你以為你的freestyle很棒 - 其實很一般 - 一會你一定會要自己做晚飯 - 我很無來 - 我就回答他 - 我跟一個人說 - 我說,你是我太太 - 你來季強借我 - 你為什麼要遞死我 - 我太太都很real - 很real,很嘻哈 - 今天我們這個話題 - 這個舉題 - Be real - 我挺喜歡 -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生活裡 - 現在都有很多很real的事情 - 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些 - 可以嗎? - 好,有 - 比如說 -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知道 - 我是最近開始學習這個 - 講中文 - 這個事情 - 你覺得還可以嗎? - 好 - 我在紐約 - 我去找一個中文老師 - 對,然後每一個星期 - 有三四天我都會上課 - 然後我記得第一天 - 我找他的時候 - 他就告訴我 - OK, Jin - 跟我說 - 波 - 波 - 摸 - 摸 - 波 - 對 - 第二天上課 - 他又跟我說 - Jin - 跟我 - 波 - 波 - 摸 - 摸 - 對 - 然後我發現他可能覺得 - 我不是太投入了上課的時候 - 所以第三天 - 他就嘗試一個 - 比較適合我的方式來教我 - 我告訴你們 - 就是這樣子 - Jin - 我說波波 - 你說莫波 - 波波 - 波波 - 波波 - 很real - 你們真的很real - 有一些人問我 - Jin - 你去參加這個脫口秀 - 第一次用普通話 - 你不會緊張嗎? - 我就回答他 - 緊張的不是我 - 應該是觀眾 - 應該是你們 - 因為他們安排我 - 會有八分鐘在這裡分享 - 但是可能你們只會聽得懂一分鐘 -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緊張 - 聽得懂嗎暫時來說 - 聽得懂 - OK cool - 我想問 - 如果有時候 - 我覺得需要用一些英文 - 你們覺得還可以嗎? - OK - 其實我每一次來上海 - 我都覺得挺有感覺的 - 我覺得上海 - 上海 - 它是一個美麗的城市 - 它是很興奮的 - 人們在這裡 - 非常精彩 - 而且我覺得這個城市 - 真是美麗 - 我覺得這個城市 - 我覺得在未來上海 - 上海會是一名的領域 - 全世界的領域 - 聽得懂嗎? - 酷酷酷酷 - 我可以翻譯 - 我剛剛說的就是 - 誤護喜上海 - 嘿 - 誤護喜上海 - 對嗎? - 誤護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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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real了你 - 謝謝你 - 誤護喜上海 - 真的有很多很real的事情 - 比如說這個 - 中國遊戲哈 - 你有看啊 - 對嗎? - 沒看過 - 沒看過 - 沒看過 - 這個都有很多人會問我的就是 - 其實這個節目是有多real啊 - 對嗎? - 我告訴你 - 每一天 - 我拍攝的時候 - 都很real - 比如說 - 這個第一天 - 在這個海選的時候 - 我站在吳一帆面前 - 我跟他freestyle - 其實我很有信心 - 但是我都不能 - 確定 - 不能肯定 - 他會給我這個鏈子 - 對嗎? - 可能我freestyle - 我說 - Yo, Batman, Spider-Man, all fall back - Hip-Hop Man, here to say this thing called rap - 他可能會看我 - 然後就 - OK, cool - 太real了 - 然後他在節目裡又說這句話 - 呃,我覺得這個神秘人 - 完全可以取代我 - 做一個製作人 - 哈哈 - 我等了一節 - 然後後來他 - 把我淘汰 - 都很real - 謝謝你,帆帆 - 其實我覺得他都很real - 在這個節目裡 - 無論是開始的時候 - 然後他把我淘汰 - 然後他把我淘汰 -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real的決定 - 所以我OK的 - 然後在這個節目我發現 -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 比如我會認識更多中國的 - 真正的嘻哈rapper - 呃,我還沒脫下面具的時候 - 有一些會過來問我 - 呃,呃,呃,你是從美國來的,對嗎? - 你有沒有聽過美國有一個rapper叫 - 歐陽晶 - 哈哈 - 我就面具上 - 我就,有啊,有啊,有啊 - 然後他就會告訴我 - 啊,我聽說之前他有一次 - 跟十個黑人的rapper - 同時這樣battle是真的嗎? - 然後我心想 - 會不會太誇張啊,十個 - 我就回答他 - 不是,不是十個 - 是五十個 - 五十個 - 他真的很棒了 - 對 - 這個節目有很多 - 讓我很開心的是 - 比如,呃,後來 - 有很多人都會來 - 呃,播放以後 - 有很多人會來 - 呃,問我 - 歐陽晶老師, Hip-Hop Man - 我們可以 - 喝酒嗎? - 然後我就會說 - 當然可以了 - 但是我發現 - 很多人 - 可能有些是你們 - 有一個習慣 - 就是我們準備 - 拍酒,喝酒的時候 - 你就會很自然這樣子 - 我站在你旁邊 - 我自己 - 心想 - 幹嘛 - 你是rapper - 還是我是rapper - 啊 - 其實我覺得 - 你第一次 - 分享這個嘻哈傻 - 我覺得OK的 - 我一點都沒有介意 - 我又不會在這裡diss你 - 除非你想我diss他 - 你想嗎 - 為什麼會有嘻哈傻 - 這個人物 - 其實在比賽裡 - 我都有分享這個小故事 - 就是我的兒子 - 說我喜歡我爸爸嘻哈傻 - 所以我就是嘻哈傻 - 但是我的兒子這個分享 - 我覺得都很好的 - 他真的說 - My favorite is Hip-Hop Man - 然後昨天我離開紐約的時候 - 我跟他有一個小的男生 - 他問我爸爸 - 你現在去工作有多久啊 - 先回回來 - 我就告訴他大概二十天 - 他就很激動 - 就回答我 - 為什麼要那麼長時間呢 - 二十天 - Why daddy - 然後我就告訴他 - 爸爸工作越多 - 賺錢越多 - 賺錢越多 - 給你買這個玩具 - 越多 - 我們去Disneyland - 也可以越多 - 他就看我 - 然後就想 - 那二十天夠嗎 - 啊 - 啊 - 他都很real - 可能我也要寫一首歌 - 寫Disneyland - 我不知道 - 很real - OK - 你們對我那麼好 - 我覺得我應該送你們一份禮物 - 我剛才說 - 你不要問我freestyle - 但是我真的想 - 真真真真真 - 送給你們一個真正的freestyle - 好嗎 - 現場的 - 為了代表是真的現場的freestyle - 我需要你們幫忙 - 你們給我三個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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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 你們說 - 說 - 不好意思 - 不是中文的 - 英文的 - OK 什麼 - 哭 - 再說 - 哭 - 哭像你 - OK OK - 哭像你 - 哭像Vava - OK - 還有兩個 - Superstar - 還有嗎 - 哭像 - 哭像 - 超像 - 再說 - 音樂 - OK - OK 你們準備好了嗎 - 欸 - 我的隊長 - 你會beatbox嗎 - 可以 - 可以 - OK - OK - OK - 給我一個小的beat 我開始,然後你跟我,OK? but I tell you this, you can't refuse it 我喜歡 comedy 也喜歡 music 我說波波 你說魔法 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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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波波 你說魔法 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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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其實我覺得通火秀跟嘻哈音樂 確實是很多共通的地方 就比如說你的鋪墊 你的寬山 你的節奏什麼的 其實都需要你去認真地去練 去理解 Oning 他是有一些脫口秀的短眼經驗 而且他確實有嘻哈特別強的功底 這次他就把嘻哈的表演 融入到了一個脫口秀的表演當中 其實出門中喝得特別好 各位 您現在收看的這個節目 是脫口秀大會 不好意思 脫口秀大會 好吧 你還在 對 跑到別人家節目給自己發通告的 崩溫哥哥 我們這個脫口秀大會呢 人還挺多的 咖也挺大的 我還有一些其他的哥哥 他什麼大張偉大哥哥 情商這麼高 不跟你多說 接下來要上場的 是在 隔壁朋友錄說唱節目的狗哥 可能是 可能是 每天在台上要裝狠 台下還得敬酒比較疲憊 來我們再玩一下 掌聲有請熱高 大家好 我是MC 哈得热狗 很開心 我又來講脫口秀了 這次來這個節目 真的是機緣巧合 因為我在隔壁路說唱嘛 在這邊說實在 認識的人不多 很孤單 我就打開微信 搜索附近的人 結果搜到了李蛋 先聊社交 其實我覺得脫口秀演員 都蠻會社交的 你們不覺得嗎 他們都很有梗 而且很樸素 不像我們說唱歌手 戴墨鏡 戴手錶 戴金項鍊 你們戴張嘴就可以了 相見恨晚 要十幾年前認識 我肯定天天約你們出來晚 你們都很會搞氣憤 聽說還有一個氣憤大王 是吧 尊重 尊重 跟脫口秀演員比起來 其實說唱歌手 給人的感覺 就比較難相處 因為我們看起來 就好像很帥 很難接近的樣子 像大家聽我的歌 看我的賞相 都以為我很兇 其實我這個人 面餓心善 不像趙文卓 卓哥這個人啊 面善心善 Yo 說起哥哥那個節目 那是我這輩子經歷過最大的社交考驗 欸你想想看 開什麼玩笑 跟三十幾個男人天天住在一起 我雖然不是社口 但確實也夠慌了吧 唯一慶幸的是 卓哥雖然武力值高強 可是從來不會逼我們搞什麼勾火晚會 其實說唱歌手是特別簡單的一群人 我們大家有什麼話 都明著說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就是有時候你看誰不爽 直接寫歌給他diss 一來二回 大家不打不相識嘛 就沒有什麼beef啊 可大家注意了 如果你寫不出歌去diss他的diss 你沒有實力 又要face 你就只能love and peace Hey peace 所以其實跟我們打交道 真的不用太過刻意 你知道有一些刻板印象 大家有的人看到我們就 Hey yo what's up man 你以為我們就喜歡這樣子 其實我們平時 根本不會這樣子說話嘛 遇到這種情況 我只能盡量保持這種社交的體面 配合他們一下 他們說 Yo what's up man 我就 Fine thank you And you man 我年輕的時候社交能力 其實是很頂的 那時候到處愛玩 交了很多亂七八糟的朋友 有的人經常看到他 天天在一起喝酒 可是你根本不記得他是誰 能叫出名字的都是朋友 叫不出名字 我統稱為兄弟 我那時候真的兄弟多到沒有朋友啊 我跟張正月就在那時候認識了 我跟張正月就在那時候認識了 不過阿月他不常出來玩 他更喜歡去露營你知道嗎 他老是跟我講 欸熱狗 你不要一天到晚出去玩熬夜 你跟我一起去露營吧 一起看日出 多健康啊 欸我說兄弟 我看的日出可不比你少啦 當你在 穿山月嶺的另一邊 我在這邊的寶箱 喝到天亮 開玩笑開玩笑 Rapper嘛 喜歡吹牛 你想想看 我都有小孩了 我現在已經很少出去玩了 我有的時候還要去接小孩了 欸你看別的家長都是一身西裝 只有我 一身嘻哈 又是墨鏡 又是項鍊 又是手錶 頭幾次去接 小孩還沒出來 保安全都出來啊 更扯的是 老師還私下來跟我講話 欸欸這 你能不能少參與一點孩子的成長 人在不同的階段 是會有不同的朋友 譬如說我參加節目 就認識很多好朋友 其實分開之後 就比較少聯絡 欸我覺得這很正常嘛 沒有必要強行去維護 其實成熟的人 應該都有這種默契 平時大家各自生活 有需要的時候 招呼一聲集合起來 真的 只要我卓哥招呼一聲 小狗立馬報到 謝謝大家 我是熱狗 帥炸 好緊張啊 太厲害了 帥炸了 謝謝狗哥 哎呀 還聽得大部分都聽懂啊 就是沒聽懂那個包廂的部分 好沒去過不知道 好玩嗎 所以先上場的是熱狗 啊 熱狗應該是表演經驗 非常豐富的演員 什麼舞台都上過 但是 唯獨沒上過脫口秀舞台 所以今天是熱狗的 脫口秀的首秀 啊 大家來期待熱狗的脫口秀首秀 掌聲又選 其實華少真的是老江湖耶 對他的那個口條 對他在台上主持的那種風範 我覺得真的是 自成一格 可是我 我也有我的優勢啊 其實嘻哈音樂 收唱音樂 跟脫口秀 是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是 不斷的在講話 不斷的要鋪陳 不斷的拋很多梗出來 華少厲害是厲害 可是我也不一定會輸他 中國有嘻哈導師 我那組也是冠軍啊 欸唷 現場的朋友 我是MC哈的熱狗 大家不要再東張西網 不要再看了 今天阿岳沒有來 我跟阿岳是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年一起參加了 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 沒想到很多人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真的覺得我跟他是一個組合 他們還幫我取了一個名字 幫我們組合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 狗鎮組合 What the B 很多人看了節目之後覺得 欸 怎麼張先生阿岳 好像都不太會講話 作為他的好團員 好戰友 老朋友 作為狗鎮組合的另外一名重要成員 我在這邊 我真的要幫他澄清一下 其實阿岳在節目現場錄製的時候 他其實講了非常多的話 但是後來全部都被剪掉了 所以阿岳不是不說話 是不會說話 像我就不一樣了 我就很會說話 不然你以為這個節目找我來幹嘛 打醬油的嗎 就算是醬油 我也是沾了芥末的醬油 好不好 還有人說 中國有嘻哈是一個盲選 因為我們幾個導師 製作人都戴著墨鏡 那很多網友也在說 他看了節目這麼久 他從來沒有看過我的眼睛 你們想要看我眼睛嗎 你們是變態嗎 想要看一個人的眼睛到底要幹什麼 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我給你們看沒有問題的 後面的學員你們好 大家照起來 照起來 哇 哇 超課 大家好我是 Chris 吳亦凡 666為我的新歌瘋狂打扣 微信轉帳的話就直接轉給熱狗 因為他比較窮 舊舊老殘窮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戴墨鏡嗎 因為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每個地下rapper 他們的那個態度 他們的氣焰 有多囂張啊 老子吃火鍋 你吃火鍋地料 你仔細想想 你不覺得這句歌詞 超級莫名其妙的嗎 我們素妹平生的 為什麼你吃火鍋我要吃底料 還有人動不動 剛剛讓我等太久 我要把這裡給炸了 我們在台上 嚇都快嚇死了好嗎 所以還好有這個神奇的墨鏡 遮住了我們無助的眼神 即便我們心裡面 再怎麼害怕 我覺得你不行 其實今天主持人也說 其實本來今天歐陽鏡 會來到現場 HIPHOP MAN RESPECT 其實我真的超級尊敬 HIPHOP MAN的 但是我也要在這邊跟老實大家講 其實我想真的 一開始我看到有一個人戴著面具 穿著奇裝衣服參加這個節目 欸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不是頭腦有問題 是不是傻了 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重機有 我有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傻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還講自己是嘻哈俠 我還王家衛 但是沒有關係 後來他一開口我就知道 哇 這位大神 原來就是真的歐陽鏡 你看他的技術 他的flow 他的運腳 他的表演 他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 這個也只能是歐陽鏡了 大家都知道歐陽鏡的說唱真的太厲害了 尤其他的battle 他是battle界的大神 他在美國參加battle比賽 不知道幹掉了多少黑人 所以其實如果你叫我跟他比battle的話 其實 我肯定輸慘了 我想真的 但是如果要比脫口秀這種想垃圾話的 他也不是我的對手好不好 這個就是歐陽鏡今天不敢來現場的原因 什麼護照掉了 什麼什麼的都是騙子 嘻哈俠 我是脫口俠 今天我把你打得滿地爪牙 這種話也只能趁著他沒有來現場 趕快多講幾句 對 其實我真的有時候覺得脫口秀 其實跟說唱音樂是真的非常的像 因為其實我們的表演者都是不斷地講話 不斷地鋪陳 不斷地要丟很多梗出來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嗎 所以都是一種真實情感的表達 就像我們嘻哈的方式 如果你不喜歡一個人 不喜歡一件事情 你就用嘻哈diss他 脫口秀也是一樣 你看不慣某件事情 你就可以寫一個段子去嘲諷他 對 所以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做個結合 一定可以寫出非常厲害的喜劇 你先用嘻哈diss他到哭 再用脫口秀把他逗笑 這不是就是傳說中的效忠帶淚嗎 我走上嘻哈這條路 其實還是很幸運的 當我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浑浑噩噩 昏昏沉沉的 那一直到了大學就開始比較開放 比較自由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了嘻哈音樂 當時候一聽到的時候音樂就覺得 哇 好酷喔 怎麼會有一種音樂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非常興奮 哇 她是我的菜 直到今天我還是依然初心不改 見到漂亮的女孩子 我還是非常興奮 2007那一年我入圍了金曲獎 你知道其實我那時候是一個 地下剛出來的小夥子 你知道我一個這麼酷的歌手 我怎麼可能去參加那種 無聊的音樂獎項 對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想去的 然後你要看看台下那些人都穿著正裝 你會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很別扭 對 所以那時候我的老闆 他就拜託了我去說 拜託熱狗 這是你一個很好的曝光機會 你可以踏入主流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就被他逼著去了 沒想到我竟然還得獎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完全沒有準備得獎感言 這個是真的 是爆料 沒有人知道我那時候完全是即興上台 沒有準備任何得獎感言 然後最後我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只好說 謝謝我的老闆 因為你所以我站在這裡 不然我在網吧打遊戲 其實我記得我還說了一些特別感性的話 我說我真的非常謝謝 也非常支持所有在Underground音樂 一直在做這個音樂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賺越來越多的錢 也可以浮上主流 你知道嗎 沒想到在十年後的今天 我的願望 我的想法真的實現了 中國有嘻哈 所有嘻哈都起來了好嗎 我也希望脫口秀也可以跟嘻哈一樣 越來越受到人瞩目 越來越受到人歡迎 我想這一些 不是為了要散情 是想要告訴大家 老子十年前就很紅了好不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講脫口秀 可能講得不是那麼好 不過無所謂啦 大家開心就好吧 我是差不多先生不是嗎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普遍覺得 沒有以前快樂 生活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我的想法是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不用太追求完美 有時候感覺對了 氣氛對了 就會有一個粗糙的美感在 就好像這個節目一樣 特別粗糙 但是你們每一個人不是都很喜歡嗎 欸對不對喔 對不對喔 你敢說不對 小心我diss你 謝謝我是MC阿都熱狗 最後呢 我要送一段說唱給我的隊友 憲哥 希望你等等好好加油 在我的加持下 你可以獲得冠軍 但是其實我歌詞根本還沒有寫好 但是沒有關係 差不多就好了好不好 好 嘿呦 DJ抓得必歐 啊 憲哥是幽默先生 他搞笑猜花是天生 吐槽的都是真 但不代表他是個爛人 這喜劇般的人生 這個問題艱深 脫口秀先生 為喜劇事業而現身 吐槽的都是真 但不代表他是個爛人 等大廳不能再等 投票需要你們 欸為建國打call好不好 啊 我是MC阿都熱狗 謝謝大家 my truck 熱狗今天的表演 讓我想到了 美國一個非常著名的 也是一個嘻哈歌手 也名字也在狗 Snoodal 他之前也參加過喜劇中心 吐槽大會 就是川普的吐槽大會 在上次也講過段子 他們兩個的特點就是 用自己嘻哈話的那種語言 節奏和語速 或者咬字方法 把這個段子講出來 而且帶著這種音樂的節奏 講出來的東西 會更好玩 還有一個根本 看不到眼睛 欸這樣馬上 咱們就讓那個 根本看不到眼睛的人 上來好不好 好 好 欸我跟你說 弱狗狗哥真的是 變化特別大 當年的狗哥 意氣風發 誰紅在背後弟子誰 今天的狗哥 love and peace 讓我們掌聲有請 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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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聽張紹剛那邊胡說八道 好 哈哈 剛剛老師說我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想每個人都這樣吧 長大了有經驗有閱歷 肯定會不一樣嗎 你們這些人真的想要把我內心的小野獸逼出來嗎 我原來的狠漢你們是見過的嗎 見過 你們真的想要看嗎 想 那時候的我 通告費沒有那麼高啊 我之前聽張洪飛特別吐槽過我們 他說一句很過分的話你知道嗎 他說所有音樂人都瞧不起玩說唱的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今天一定要你給我一個交代 我今天在這邊 要幫所有玩說唱的兄弟們說一句話 我們玩說唱的 有時候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那你為什麼還要出一首說唱的歌曲啊 你那首說唱我聽過 我跟你說 我替阿岳覺得你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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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菲菲音樂聲不說 脫口秀我真的說不過他 因為像這種講廢話的東西 他做的真的太好了你知道嗎 他不管講什麼話 都像廢話 講廢話很厲害的還有池子跟你帶 但他們兩個也很誇張 現在紅了就開始膨脹 不要膨脹啦謙虛一點啦 江湖嫌惡啊 欸你信不信我今天一個不高興 我現在就任你們兩個做我的小老弟 讓你們再也沒有下一季 欸菲菲聽聽看 信手年來的押韻其實不難好嗎 其實其實在座的很多貴賓 都跟我的專業有一點關係 大家都知道其實力宏很早就在做HIP HOP 他早就在推廣中國風 甚至也早就在自創了中國風的HIP HOP曲風 但是推廣了多年 推廣不利 還不如吳亦凡的兩句SKR SKR 而且你們知道嗎 其實力宏他好久以前就跟歐陽鑑合作過 說要帶他紅 結果合作完歐陽鑑就自己默默回美國 你們知道HIP HOP MAN為什麼要帶面具上節目嗎 因為他的臉早就被力宏丟光了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當年搞地下音樂的時候 老實說 最聽不慣的就是陶澤的那種音樂 在那邊啊啊啊啊啊啊啊 聲音飄來飄去不知道飄到哪裡去了 他有一首歌 今天你要嫁給我 裡面有一段說唱 一直反覆不斷地唱 DT in the house 唷 DT in the house 唷 欸怎樣 你有房子了不起啊 王菊 菊花的菊 這個小女孩很特別 我很喜歡她 因為別人走甜美路線 她偏要走歐美路線 還刻意去做了美黑 不過你這到底哪家店做的 這技術水平不是很好啊 你還沒有我們家阿月黑你知道嗎 而且我現在就可以看你好端端地坐在那邊 當我戴上這個時候 我從來看不到阿月的 你們都說王菊是未老先摔型少女藝人 其實不是阿 王菊很酷很有個性阿 你看別的女孩都白白的 她偏要美黑 別的女孩都出道 她偏不出道 她一個人就是一團 一人團阿 你說是要重新定義女團 結果你是重新定義了團 王菊的粉絲也不是開玩笑的 各種拉票口號 根本就是一群中國新收上 love and peace的收唱歌手 各種flow各種單壓雙壓 你一票我一票 菊姐肯定能出道 你不投我不投 菊姐何時能出投 Respect 你這個水平來看阿 上洪菲連當王菊粉絲的資格都沒有 菁劇老實說我是不太懂 但我很尊敬菁劇的 我很尊敬這種傳統的藝術 剛見到余老闆 我特別客氣 余老闆 我原本原來是哪一個投資人 你知道嗎 我也知道您為了推廣藝術 費盡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但是推廣真的要選對路 要跟對的人合作 千萬不要忘記王力宏推廣歐陽鏡的故事 菁劇現在沒有當年火了 我覺得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現在大家年輕人普遍都不太了解嘛 像我來這個節目之前 我特地在網絡上搜索了一下 中國風金劇 你知道嗎 搜了半天 跳出來的是 在花田裡犯的錯 說好破小錢忘了你 欸力宏你真的很討厭欸 在花田裡到底能犯什麼錯啊 你們是忘記施肥了嗎 聽說力宏對自己演唱會是出了名的負責任 他甚至會親自去擦演唱會觀眾席上的灰塵 欸力宏啊 你不只是keep real 你還keep clean啊 除了差異質 力宏還會去檢查演唱會上所有的地板 你知道嗎 整個人趴在地上喔 整個人 好像在刨坑一樣 我看到之後 我真的很想告訴他 力宏 我知道你很想做我們hip hop 欸但是我們地下音樂 不是真的在這個地下好嗎 不過說實話 力宏的才華天分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唯獨我真的覺得這個歌詞啊 你知道 有時候真的 不一定要自己寫 哪怕你就發個微博說你要徵集歌詞 隨便挑幾個評論 東湊西湊 湊成一首歌 我覺得肯定也比你現在寫的都通順啊 但是對音樂的堅持 力宏是真的沒話講 他放話都說了嘛 每到龍年 就要改變一次龍的傳人這首歌 你這個龍的傳人 傳中接代到底要傳幾代啊 我的差不多先生確實有改編過 但我也沒有臉說每到狗年我就要改變一次嘛 可以啊 最後我希望所有做音樂的人都可以堅持得住 因為這是我們真正喜歡的事情 是我們夢想的事情 我們也藉由音樂傳遞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音樂的人 你可以少用一點後期 最主要是你看 可以多找一些有能力的寫詞的人 力宏我沒有在說你 上紅飛我在說你 謝謝大家 我是NG號的熱狗 武哥你真的特別棒 成熟了 真的嗎 大家听她在台上 好像很有杀气 现在你往回倒 她刚才说了些什么 最红的人没怎么递死 菲菲 谁让你不红呢 说谁都能让你那儿去 为什么 人家现在已经改变风格 拉屁斯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但是刚才 若狗你叫了半天